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宇明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五 请您在节目开始之前点赞订阅希望之声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消息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被离世的消息传出后 除了引发大陆网民一片惊讶和质疑之声之外 更出现了民众的各种悼念声和纪念活动 随即中共开始进行言论管控 李克强和悼念李克强成为敏感词被屏蔽 而北京更是提心吊胆 严方学生举行聚集性悼念活动 以防止89年天安门事件重演 中共官媒新华网在北京时间27号晚上正式发布李克强离世的复告 之后李克强离世的消息迅速登上大陆百度微博热搜榜 而且长时间处于榜首 很多网民在网上纷纷表达思念和致敬 但紧接着 中共立即启动言论管控 除了政府官方机构和官方媒体外 民众讨论和发表有关李克强的内容会被很快屏蔽 不但连悼念的帖子也不见了 就连梁静如歌曲《可惜不是你》都被下架 而李克强母校北京大学微博账号上 也仅有新华社对李克强死讯的官宣 目前大多数微博账号都关闭了评论区 少数开放评论区账号也都开启了留言精选 目前能显示出来的只有不敢相信 太突然了 一路走好 缅怀等等这类字样 除了网上大陆网民的悼念 有很多民众自发的到李克强的故居去悼念 有民众到李克强的合肥故居献花 网上很多视频显示 李克强的故居出现了很多前去悼念的民众 而地上堆满了鲜花 还有人到安徽省楚州市定远县一个偏僻村庄 李克强的祖屋前送鲜花 值得关注的是 民众开始悼念李克强之际 中共心惊胆战 开始对学生实行严控 严方死守 多所大学立即下发了严格管控舆论和关注学生的动向的通知 X平台上流传的信息显示 贵阳航空工业技术学院发布重要通知 要求同学近期减少朋友圈个人事务发布 不能在任何自媒体平台评论 发布 传播 有关政治形态 当下国家有关的工作言论 不得擅自发布各类媒体视频 不得参与各类聚集 不参与任何采访工作 违反上述规定将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通知说 接上级通知 请各单位各部门做好近期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确保舆情等各方面安全有序 相关悼念活动等上机指示后统一安排 还有网友发布消息说 现在中共政府下令各地严控悼念李克强 预防暴动和学校召集学生开秘密会议 警察严令禁止打印李克强的道词 但还是挡不住民众自发的悼念的热情 这和六四何其相似啊 其实很多条件已经具备了 自由亚洲报道 有多位中国研究学者分析 李克强促使原因惹争议 并令人联想到胡耀邦 多年来 中国公民利用对去世领导人的哀悼 来表达对县政府的不满 胡耀邦指使 引发了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 但最终被武力镇压 加上处于政治经济动荡时期 中共当局要严防六四事件重演 对此 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 对希望之声分析 李克强的去世不会起一个新一波 好像1989年4月15号 胡耀邦逝世那个民主运动 因为从89六四之后 民意基本上就慢慢抛弃了对真相的一个追求 很多都是沉迷于金钱跟权力跟欲望的追求 但是网上有很多的网民都留言表达有句话很震撼的 就是该死的不死 不该死的却死了 这个意味着谁是不该死 谁是该死 大家就自由公论 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发酵下来 在承接去年从四东桥事件到白子的抗灯 白法运动等等 你看得到中国的人民心里面都有一个秤 都知道谁是谁非 欠缺的是勇气 就是一个形式来使得他们能够往前冲 但有观点认为 李克强一直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路线 因为他关心民生经济 所以才会对外说出 中国还有将近6亿人 月均还不到1000元人民币 这句极为敏感的话 面对中国经济如此低迷之际 让大陆民众怀念这个敢跟习近平唱反调的总理 时评人庞中先生认为 李克强去世这件事 同习近平政权的权力之争 表面上看好像不会有什么影响 也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就出现中共马上跟进的现状 但是中共可能没有考虑到的是 民众对此事的反应 李克强被有些人称为平民总理 而且有时会说几句 民众愿意听的感受和想法 比如什么地摊经济呀 中国防疫 不能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太大影响啊等等 他的暗淡全裸下台 和近来的经济治理的反差 也加大了一些民众对李克强的怀念 特别是普罗大众对中共积怨的迅速积累和压抑 越来越接近忍无可忍的程度 借题发泄 有可能发生比胡耀邦那时更大的巨变 人算不如天算 有可能出现的加速中共解体的结果 是中共不加防范和意识不到的 桑普先生认为 在微博上有相当多的中国的群众 对于李克强的死都是惋惜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他是习近平的白手套嘛 习近平当黑脸他当白脸 我们不会觉得李克强是改革派 或者说要反对习近平 你看到那个复告都告诉你说 党是充分赞扬李克强 对于支持习近平新时代的功劳 中国的民众要脱离无信 一定要重生 无论是哪一个共产党员 无论是李克强也好 还是习近平也好 其实都是共产党有护出来的 是共产党捧脱出来的一个黑脸跟白脸 你如果不反共 共产党一直都存在 这个黑暗的岁月还是会存在 所以反共才是硬道理 目前李克强离世引发猜测 不变则已 一变就是巨变 旅美学者吴作来认为 李克强现在突然死亡不太正常 人们可能归结为内部斗争的一个延伸 他认为 李克强去世可能会带来震荡 很诡异 很混乱 很无序 这是一个政权末日的一种景象 现在是政治经济各方面 都达到一种崩溃的边缘 所以 静观其变吧 10月26日下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华盛顿接待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 白宫表示 王毅对华盛顿的访问 标志着另一个里程碑 确保美中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 而王毅也强调了美中对话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 似乎美中已经重启军事对话 但在王毅访美的同时 中共军机多次绕台 甚至山东号航母再次出现在台湾周边 王毅跟布林肯见面时说 美中双方需要对话 要恢复对话 消除误解和误判 不断寻求扩大共识 开展会议合作 要尽快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 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规划 同时他又说 中美关系总会有各种杂音 判断标准 不是看谁胳膊粗 谁扫门大 王毅在今天27日 将前往白宫会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可能还会跟拜登见面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王毅抵美的同一天 美国证实 计划派遣负责中国 台湾和蒙古事务首席主任 卡拉斯代表美国国防部 出席本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 24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笑也表示 中方重视中美两军关系 香山论坛定在10月29日至31日举行 这个论坛是由中共国防部主办的国际会议 目的是讨论安全合作 提高中共在全球大国的地位 主要是展示给美国和亚洲盟国 向日本和韩国等等这些竞争对手国看的 去年8月份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访问了台湾 中共随后关闭了中美两国间的军事对话 接着就是今年2月份 中共间谍气球被美国击落后 中共军方官员拒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 使美中关系跌至历史最低点 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国防部欢迎有机会在香山论坛上 与中共军方代表确保畅通可靠的沟通渠道 降低战略和行动风险 以及避免误解进行接触 值得关注的是 王毅跟布林肯会面时表示 现在判断标准不是谁胳膊粗谁嗓门大 但在王毅访美前一天 一架中共战斗机 危险地拦截了美国空军B-52轰炸机 两极几乎擦撞 距离最近处仅不到三米的距离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布视频显示 10月24日 这架B-52飞机正在合法展开日常行动 但是中共军机进行了夜间拦截 而且是以不安全不专业的方式贴近 在B-52的机身前方和下方 不到10英尺飞过 致使两机有相撞危险 不仅如此 就在王毅到达美国同时 台湾国防部公布消息 26日到27日 真货共击35架次 共建15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除此之外 中共山东号航母编队 在当天穿越台湾的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而台湾国防部也马上启动任务机 任务舰和暗制导弹系统 严密监控与应对 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今天27日表示 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 应分开处理 而他已表明不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 1060亿美元的以乌一揽子援助计划 由于这个计划中 主要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 而协助以色列的只有143亿美元 剩下的才给印太地区和美国边境执法部门 因此受到共和党的质疑 约翰逊说 我们想知道 对俄乌战的目标究竟为何 应对乌克兰的终局是什么 白宫没有提供这几点 拜登认为 只要把援以强化边境等经费纳入众议院 共和党人应该就会买单 放行对乌的额外援助 不过约翰逊表示 以色列是另一码事 我们将提出一项超过140亿美元的 个别计划资助以色列 还说 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寻求削减其他领域的预算 挪供援助以色列的资金 近日 美国中共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众议院说 以哈在中东的冲突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应该对美国敲响警钟 这应该是我们振兴和重建 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机会 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这个基础 使之再次成为民主和威慑的军火库 对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目前在对华府的访问 加拉格尔认为 目前最迫切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议题 特别是跨海峡威慑 应是此次美中高层会面的最要紧事 他强调 我想对中国人民说 你们在美国有很多朋友 我们希望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反对中共的掠夺 中共当局对习近平禁忌话题的防范 超出人们想象 据阿波罗报道 从之前一个国内网站泄露的数据看 光和习近平本人直接相关的敏感词 至少有2000个 时评人月山在大纪元发表的评论说 去年8月中共央视向公众为大熊猫翠翠产下的柚子争鸣后 网友在评论区跟帖齐翠 而后官媒紧急删除评论 甚至关停评论区 因为翠字可拆分为简体字 习加习加足 虽然这种整肃行动未必是习近平亲自下令 但在中办主任蔡奇 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公安部长王小红 及国安部长陈一新之流 就会自己揣摩上意 然后行动 月山孩子报 听说当局在国内有个网络特别小组 专门负责维护习近平形象 在海外也有个特务分队 专盯反习辱习者 他们有时甚至会主动出击 以钓鱼手法收集证据 而且据说反习行为 甚至比反共行为还严重 虽然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 但是统治危机暗用不少 这让习近平对下属更加猜忌 近日有权威消息来源对大纪元说 习身边有高人指点 但他特别害怕被行刺 做了很多措施防范 而他对火箭军的整肃 也多和预言有关 月山认为 习近平身边肯定有 输安易血之人 在出谋为习避祸 而当中的牵头者 可能就是搞所谓中华文化 与邪恶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中宣部长李舒磊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请朋友们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同时希望之声TV开通了会员网站 内容丰富多彩 不仅限于新闻话题 每个月只需要一美元 一年也只有12美元 您的每一份赞助都能帮助我们创作出更多精彩的内容 也是对良心媒体最大的支持 欢迎您订阅希望之声TV会员网站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